准备好白米所长带着远景出门 拜访若氏 带来物资 虚寒问暖 还要关心他的生活状况 家里没水没电 屋顶天花板也整个掉落 这样的环境 所长思考着怎么帮忙 另外这位长辈小儿麻痹 移动全靠这张椅子 他的儿子跌倒受伤 罹患蜂窝性组织炎 无法工作还好有远景时长 来关心 帮助我们这些困难 人关过一个 有发现这个独居老人 或是中低收入户的家庭 生活比较困苦 经济那个生活环境不是很好的 我们都会列建策 然后主动关怀 维护治安 党籍犯罪的人民保姆 也有柔情的一面 这份温暖支持者 弱势家庭 勇敢面对未来 大海新闻派与珍珍瑞平 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